根據相關法律法規,中國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,對不遵守市場規則,背離契約精神, 出於非商業目,對中國企業實施封鎖或斷過,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,將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,具體措施將於近期公布。